这次返回首都 许愿要查出老巢凤的身份 也要验证素解对清明上和图的猜想 但究竟如何才能接触到真心 进行鉴定呢 郑教授说 说你想看这个清明上和图的食物 说这才没办法 我赶紧说 不是 这我自己想遮这个 我哪能老麻烦您呢 不过 我这个心里的 就是十分失望 这次返回首都 我要查出老巢凤的身份 也要验证素解的猜想 这两种是缺一不可的 钟赖华的报道还在这郑州压着呢 可等不了我太久啊 嗯 非得看这个食物不可吗 书店里头 也应该有高清的画策卖吧 我这这个 到底琉璃腸 弄一卷 软大尺寸的复制品 这问题也不大呀 不 我摇了摇头 这就和健保一样啊 不可能对着照片 您就妄下结论呢 您得亲眼看见那个东西 才能定真伪啊 再说了那些所谓的高清图测和复制品 清晰度都不行啊 看不到细节啊 重要的信息往往就隐藏在细节里边啊 不是不是那个食物啊 哪能看那么清楚啊 我喃喃的说着 这可是我计划里边最关键的一环啊 不容出错啊 郑教授见我一脸的失望 把杯中的啤酒一眼而尽 然后打了个酒格 呵呵一笑 你有没有试着找过图书馆呢 哪哪哪图书馆呢 北图 嘿嘿嘿 国图 都不是 图书馆 它是一人 人 我看到 郑教授的表情 变得有点神秘莫测了 在我的眼前 那是一条僻静混乱的小道 两侧呀 都是些洗发店呢 杂货铺啊 还有几家小饭馆 在旁边呢 还有一个砖砌的临时的厕所 用白灰歪歪扭扭的写着 男 女 阵阵的味道 从这个砖的这个框里边散发出来 和洗发屋里边 声嘶力竭的录音机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构成了一场怪味交响曲 路面坑坑骂话的 坑里呢 堆积着颜色不移的垃圾 车一过就会掀起一阵灰尘 远处 一列绿皮火车 明的敌 然后从这些低矮的建筑群中 呼啸而过了 这儿是首都南城的一个小村 离丰台不远 京城素有东贵西赴北贫南建的说法 有说是清朝以来的传统 有说呢 是四九城的风水 如今呢 北边已经有所改善了 唯独这个南城 发展始终是不阴不阳的 往这个南边稍微走上几里 京城的富贵器啊 就陡然收敛 怎么都脱不了破落这两个字 我要去的地方 就在小胡同的尽头 那儿有一小院 院门是铁皮包裹 秀气般般 这儿的主人显然没怎么尽心打理的 我推门进去 先吓了一条 在这个院里呢 除了停着一辆人力三轮车以外呀 只有书 那是铺天盖地的书啊 几乎就没有落酒的地方了 我粗粗的扫了一眼 祸 古今众爱呀 什么书都有啊 花花绿绿 眼花缭乱呢 我扯着嗓子喊了一句 托 托 托书馆 托书馆在吗 在 在这个书衫里边站起人来 这人穿着一身褐色的夹克衫 雕连卷 腰上啊 还绑着一个旅游包 我仔细端详 这家伙跟我年纪也差不多 人长得跟那个中学的几何题似的 特别的规整 脸是标准的圆形 三角眼 一个梯形鼻 嘴唇薄的呀 就像是一段线段 不是 你就是图书馆 有方在说 搬着忙着 这图书馆不耐烦地回答着 顺手啊 就从旁边扯来了一段纤维绳子 弓起了腰 手里一翻 一摞书在一瞬间就被他给捆好了 郑教授昨天说过 说这个人脾气不太好 但他可是一个奇人啊 从他的外号就能看出来 图书馆 他里头全是书啊 这家伙是倒卖二手就书的 只要是就书 管你是善本 孤本 还是大陆货 是无所不收 闻泪急杂 就是这么多的书 没他弄不到的 北京搞学术的都知道这个图书馆 有时候 大学书库里查不到的冷屁的资料 到他这儿来问 往往都能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只要你问对了问题 郑教授临走的时候是这么嘱咐我的 于是呢 我也不跟他客气了 我开门见山 你这儿有清明上河图吗 图书馆停下了手里的活 站在这个书山的顶上 居高临下 鄙夷地看了我一眼 话都不会问 我这儿清明上河图有几百种呢 书上的 杂志上的 谱上的 海报上的 你想要什么 不是我 我想要那个 清明上河图的真本 图书馆 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我 一挥手 走吧 我这儿没那玩意儿 想要啊 你得到故宫偷去 我赶紧换了一个问题了 不是你 我这意思是说呀 您这儿有没有啊 完全跟真本的啊 这个一样的那个 那个复制品 没有 他连想都不想就回答 我是一阵失望啊 我忽然又想起了 郑教授的叮嘱了 我又问了第三遍 不是我 我能不能在您这儿看到真本啊 这回图书馆是一点都没犹豫 能 我是 我是真糊涂了 我 这三个问题 它根本就是彼此矛盾的呀 啊 他这里没有真本 他怎么给我看到真本呢 我这儿正迷糊呢 图书馆呢 就从这个书山上跳下来了 拍了拍夹 山上的灰朝我伸手 我也伸过手去 我跟他握了我 图书馆先是恶然 然后愤怒的甩开 谁他妈说给你握手了 钱 老子说的是钱 我知道 我知道这事不会毫无代价的 我可是真没想到啊 他这么直接了当的就提出来了 你 多 多数 两万 让你看你真本 图书馆吐出了个数字 我差点没抓起本书砸他 不是 还录抢劫这是啊 两万 啊 这还只是看真本的价 不是 你半天要件也不是这么个要法吧 图书馆见我犹豫 抓着发鼻子 做钱就拿 没钱就滚 别耽误老子做生意 不是 您那也太贵点了 不是咱们 咱商量商量 咱能不能便宜点 你想要看的东西 就我这有 你还非看不可 我不赚你的钱赚谁的钱呢 对不对 一分不较 嘿 图书馆一点不带忌讳的 大大方方就说着 他看我脸色铁青 从这标袋里掏出了一台票子 湿了身舌头 他沾着口水熟起来 点了一回 他拿个橡皮筋套好了 在我面前扇了扇 你们这些读书人 平日里假装挺清高 好像书一盏钱就怂了 说白了 还就是舍不得出钱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钱才是最美好的东西 堂书什么玩意儿 去 哎呦 在我这个印象里啊 跟书接触的人 啊 要么就是金服那样 带着那么儒雅 要么就应该像郑教授那样 带点痴气 哪怕本性是贪图富贵 你也多少得掩饰一下吧 我来之前呢 还在想 图书馆对藏书如此的精通 说不定啊 还是一个世书如命的疯子呢 可实在想不到 他居然是这么一个人 图书馆斜着眼睛 裂开嘴 我知道 你嘴上怕得罪我不说什么 你心里头 把我鄙视掉死对不对 甭担心 告诉你 只要你出钱 你就算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这生意我也跟你做 不是 你 是 就算是做生意 不是 也得 也得讲 就会等下交换 对不对 不是 你 你那两万 开的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图书馆 逗书馆 耸了耸肩 我认钱 可不代表我不识货 清明上河图是什么东西 搁到国外 卖个几百万都没问题 不是 我 我只是看一眼呢 所以才收你两万呢 哎哟 不是那您 您先告诉我怎么看呢 我不肯相让 图书馆的鼻子里喷出了一声 不再理我了 哼 转身啊 他就要往屋子里边走 我大喝一声 哎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干我 我就举报你去 图书馆停下了步子 转回来头 举报 举报什么呀 我的书都是正路收来的 这本也是吗 我从旁边的书堆里 拿起了一本 龙虎报 这本书啊 跟这个阎山川床底下 发现的那本差不多 混在一大堆杂志 里边 估计啊 是这个图书馆收上了以后啊 还没时间挑剪呢 图书馆的眼睛盯着这个封面 然后又挪开了 怎么了 这是别人打包卖给我的 我告诉你 你说 我去派出所举报你私藏银贿书刊 警察会信不信我 我可告诉你啊 最近 可正言达呢 图书馆没想到我来这么一手 那俩三条眼呢 都快蹬成四边形了 我俩就这么对峙了一分钟 他终于狠狠的一跺脚说 你够狠 我来 果然 要对付这种唯利仕途的呀 就得打探这个准类 我跟着他进了屋子 这个屋子里边同样摆满的书啊 四面墙 有三面 都是接天连地的大书家子 上边乱七八糟的摆放着大量的书籍 读书馆呢 也不给我让座 自顾自的走到了书架的前面 摇头晃脑的 那个指头啊 在虚空中 一排排的书架中点过去 这嘴里边还念念有词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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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这干嘛呢你啊 他说了 检索 我随着他这个目光看过去 哼 这书架上的东西可真够杂的呀 从画报杂志到毛主席语录 从脏兮兮的推背图到民国的小学课本 从商务印书馆一鸣住 再到戒子图画传谱 哇 琳琅满目啊 在中间有四个大书架 上面的东西以黑黄鹤等颜色为主 没有封面 灰扑扑的 我大为感慨的说 哎哟 说您这还真是什么书都有啊 书 书有什么稀奇的 我告诉你 我之所以这么牛 是因为我除了书以外 我还收各种档案呢 什么 档案 对了 人们对这个书挺尊重 对档案可不怎么重视啊 一出动乱 一出动乱就丢的到处都是啊 啊 盛怀轩牛不牛啊 留了一批盛党 多贵重啊 结果现在是星流云散 实不存疑 我告诉你 我专收这类东西 你想找什么银行的账本啊 贺德的海光档案呢 张学良的电报密码本啊 我告诉你 咱这儿都能给你挖出来 原先这些档案没人问津 现在值了老钱啊 那些研究历史的老先生们 都得过来求我 嘿嘿 钱不能少收的 他一边续到着 一边来回的检索着 最后呢 把这个目光 落到了一个书架的最上端 他搬来了几摞书 高低的摆成了一个台阶 然后踩上去 伸手在书架上 掏啊掏啊 忽然一阵灰尘响动 上面一点东西 劈的啪啦就掉下来了 有八几年的挂历 有黑乎乎的背拓 甚至还有两张发黄的人民日报 图书馆跳起了台阶 从里边呢 翻找出一个大牛皮纸袋子 这牛皮纸袋子是典型的 机关档案袋 颜色都有些发暗了 估计很久都没打开了 图书馆拿给我看 我看到封面上印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 这几个正开大字 下边呢 还有一行手写的毛笔字 清 建图档案存第一号以备 在上面还盖着一个大大的文物局的红车 不过略有褪色了 我这心开始动中的跳啊 我这看起来 这就是清明上课图鉴定组的这工作档案啊 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我想要的东西啊 那 看着了 这图书馆没好气的抖了抖这个档案子 不是 这里面装的什么 不认字你 这是清明上课图 在文物局留的资料备当 里面都是实物照片 这照片啊 我叹息了一声 看来这趟又是无用功了 清明上课图的照片 那在市面上是铺天盖地啊 要是能用的话 我还用得找跑这来查吗 图书馆把这个档案袋一收 不屑地说 你懂人吗呀你 你懂什么呀你 我收的档案 能和别人一样吗 我告诉你 这是鉴定时用的原始资料 古画不能够长时间的曝光 所以当时在鉴定之前 用专门的设备 从多个角度拍了几十张高清的照片 细节是千豪必见 我告诉你 大部分的鉴定工作 那其实都是对着照片进行的 鉴定结束以后 这些照片也就存当入管了 放在文物局做备份 前几年 前几年文物局清理档案 不知哪个白痴 把他给扔了 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市面上那些复制品的精度 能跟这母本比吗 素姐对许燕诉说的惊天秘密 足以掀起一场大的波澜 老嘲讽 以及她那些罪恶勾当 一定会被迫暴露在阳光下 许燕不拥安心 自己的目的就此拿到了 金石 紫画 青铜 瓷器 外号叫图书馆的神秘人物 究竟什么来头 他真能帮到许燕 查到线索吗 听完了图书馆的这番话呀 我这才明白 为什么他说没有真本 却可以让我看到真本了 既然这些原始的照片 可以满足鉴定组的专家们的要求 那么对我来说 一定也足够了 我想到这儿 就兴奋的要去拆那个档案袋 图书馆呢 却轻轻的一撤 把它给收回去了 我只答应你啊 告诉你怎么看 我可没答应让你看哪 你现在看到东西了 放心了吧 两个金 我把它卖给你了 不是 这两万的 实在是有点 太多 你可以不看哪 别看 图书馆呢 笑眯眯的 把这个档案袋 搁到身后了 然后 眼神里突然流露出了一丝凶光 你可别打举报的主意 你敢到派出所去 我立马就把它扔炉子里边 收了 我烤羊肉串去 哎呦 我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了 不是我舍不得这两万块啊 而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离谱了 这些照片 只是要拿去验证一个未确定的猜想而已啊 我看着图书馆那贪婪的眼神 突然想到啊 我从来没告诉他 我找照片的目的 他之所以敢叫价两万块 去观察到了我进院以后的这个机械的神情 觉得呀 一定能够吃定了我 这 在古董的行当 叫做 见人进场 有经验的 这个老店主啊 就算对这个客人的背景一无所知 只要观察他 看一见古丸的表情 就能够大致地判断出 他是真心想要 还是聊胜于无 据此报价 没有不中的 想到这儿 我伸出了两个手指头 这个 这两万 我真出不起 两千 两千块 我等着看完了 您再拿回去 如何 这一下轮到图书馆犹豫不决了 两千块也不算少了 能卖 几车输了 而我要求的呢 仅仅是看一眼照片 等于说呢 这两千块 他就白拿 可是他又有点不甘心 从两万变到了两千 这落差有点大了 不过图书馆看到我摆出了一副 谈不成老子就走了 这个表情 还是妥协了 与其开一个把买主下走的这个天价 还不如赚这两千块钱 来得实在呢 图书馆犹豫再三 总算是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这一场博弈啊 双方都用了心思 总算是皆大欢喜了 它是白赚 而对于我来说呢 花两千块钱换来了老朝凤的这个软肋 也是急划算的 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 我出去到银行停了线 等我取钱回来 图书馆已经收拾出了一个小书桌 把这个档案袋搁在上头 还配了一把剪刀 一枚放大镜和一盏橘红色的小台灯 居然呢 还有一杯冲好了的橘子水 嘿 嘿 这家伙嘿 事快归事快啊 这服务的精神还没得说 我把钱交给他 图书馆唾沫兴的横飞 把这个钱数完了 把下巴一摆 行了 那你就自己在这看吧 我不打扰你了 爱看多久看多久 那橘子水白送呢 饿了想吃东西 那就得另外掏钱 说完推门走了 把我一人留在屋子里了 这屋子重新恢复了安静了 无数本破旧的旧书 环似四周 颇有一种 无一像那老雕虫的感觉 我扭亮了台灯 用这个剪子 仔细地剪开档案袋的封口 从里边哗啦啦 倒出了几十张彩色照片 这些照片呢 大部分都是十二英寸的硅格 少数几张七英寸的 像枝很厚 摸上去有一种麻痹的感觉 说当时啊 彩色照片在国内还是很罕见的 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 当时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的 童小鹏从香港拿到立卷彩色胶卷 拍下了开国大典唯一的一张彩照 然后啊 还得千里迢迢送到香港才能冲袭 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 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阴技术 可见国家的这个重视程度了 这套照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 每张的右下角都用墨水写了一个号码 我拍了拍顺序 编号唯一的照片是 清明上河图画卷的平铺全景 下面的十几张呢 是俘拍的画卷的分段特写 细节清晰 笔触是千毫必现 还附了一把尺子 这些照片连在一起 恰好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 再往下呢 就是各种角度的特写了 就连提拔啊 隔水啊 天头啊 地头啊 这些画面以外的东西都没有遗漏 甚至还有几张是举起圆图 让阳光套射过来 以便看清其中的 捐细层里的这样的照片 拍摄者对着书画显然是很内行的呀 镜头是涵盖到了方方面面呢 按完了这一整套照片 对清明上河图真本的这个情况 基本上就可以了然于胸啊 这幅画 在照片里保持着原始的状态 眷色发灰 上都残缺 漏洞之处也不少 还有些污渍 可见这个画在东北没少受苦 可惜啊 我不是红字门出身啊 对书画的了解是有限的 大部分照片对于我来说 除了赞一声足够清楚以外 也说不出其他的什么门道了 好在我不是来鉴定古董的 而是按照速写给我的指示去验证这个疑点罢了 很快我就挑选出了一张照片 这张拍的这段画面呢 位于汴梁闹市后排 一处宣碧瓦方 看样子是个赌方 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 在扔骰子 我想起了王世珍的那个故事 我拿出来放大镜 却发现台上这个骰子 清晰可见 四个赌徒的脸 却都模糊不清了 五官图 根本就没法分辨他的口型是张啊 还是和 我拿出了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 然后我从怀里取出了一张 清明上和图的印刷片 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 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 铜板纸印制 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 无论是中学的历史课本 美术史学术的专著 还是旅游图书 都是用的这版 该画的下面有一个标注 注明此画是复制字 故宫收藏的真本 当然了 画面是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的 在这个版本里 我把这个放大镜挪到了同样的位置 我立刻就顿住了 我看到了 在那个赌房里的赌徒们 他们的五官是清清楚楚的 他们的口型 都做成了圆形啊 一瞬间 我是口干舌灶啊 想当年 汤臣之所以能够看破 七名上口图验品的破绽 是靠赌徒的口型啊 真本口型为搓圆 验本口型为开口 一九五一年 真正原始鉴定的照片里 赌徒的五官已经被污损了 而在通行版本里 同样的部位 却被恢复了原状 变成了搓圆的口型了 在技术上这不难做到 故宫有专门的技师 对画幅进行修补 但是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部位 这是不是有点过巧了呀 看起来好像是 是无意在掩饰些什么呀 那么修补之前 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呢 是搓圆呢 还是开口呢 哎呀 我就觉着我这嗓子眼儿的 有点干 哎呀 我就拿起了被子 把里面的橘子屎喝了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 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 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我继续翻找照片 很快就翻到了 拍提款特写的那几张 中国的古代收藏家呀 有一个习惯 就是喜欢在自己收藏的画卷上 留下钱印或者是提拔 写些什么心得体会啊什么的 就跟现在啊 到那个旅游景点随手乱画 某某到此以后那性质也差不多了 后人只要查看这些印记就可以看出书画的 大致的传承 就跟看一个人的履历也差不多 说这个清明上课图 他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 他亲自提了画名 还签了双龙小印 可惜呀 这部分的捐布已然遭人倒戈了 早就看不到了 好在其他的提拔都在 一个个数下来 从张柱到明代大学室李东阳 再到陆丸 严松 一直到普一概的三印 都是内力在目 清清楚楚 记录了这一幅国宝的坎坷的经历 可是我呢 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 有一个人的题块 我却是始终找不到的 而这个人的本该是不可或缺的呀 谁呀 这幅画的作者 张泽端 准确的说 张泽端的名字在画件上出现过 但那是在一个叫做张柱的 《经朝人的提拔》中提到的 汉林张泽端 自正道 东武人也 又读书 游学于京师 后席会士 本宫其画界 由事与周彻市桥郭靖 别成家树也 按相事 评论图画纪云 金明池征标图 清明上河图 选入神品 藏者一宝制 打定 秉武清明后一日 据素杰老师的说法啊 说这个眼睛族 就是凭这一点 认定 张泽端是作者 进而确认为是真本的 严格来说 这种手法 属于循环论证 张柱说 作者是张泽端 所以这幅画是真的 因为这幅画是真的 所以张柱说的作者就是对的 作者本人 在凹心沥血的作品上不留名字 却要等到百年之后 由一个金人说出来 厉害 这岂非多多怪事啊 而且 我之前做过一点功课 台北故宫 藏有一卷 清明上河图 是清代画院的 五位画家 在乾隆朝 临摹仿制的 其上有 汉林画史 张泽端 成静的踢款 房本尚且由此 真本岂会一漏啊 我把这个照片和放大镜 都放回桌子上 身子朝后 怎么一靠 闭上的眼睛 我是思绪万千啊 哎呀 素杰说的没错啊 这两点仅仅只是一点 乃部足以 盖棺定论认定 清明上河图是假的 但这些质疑 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 引起全国的媒体的关注啊 只要让这清明上河图 重新公开接受鉴定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到时候 老嘲讽 以及他的那些罪恶的勾当 一定会被暴露在阳光之下 这就好像警方不一定有犯罪分子的确凿的证据 只要寻个足够的将其积压的理由 再慢慢的审出真相来 便是了 好心了 太好了 哎呀 我按拿住心头的狂喜 万里长城 终于走到最后一步了 哎呀 我重新睁开了眼睛 我从怀里边拿出一个小巧的傻瓜相机来 这是幕户小姐从日本给我寄来的 对着 我挑出来的几张照片 咔嚓咔嚓 我拍了好几张 然后啊 又把这个牛皮几乎信封拿过来 对着上面的狂戳 咔嚓咔嚓 也拍了几张 我做完了这一切 把照片重新装回了信封 把图书馆叫进来 图书馆进屋说 看完了 我说看完了 图书馆拿起了信封 重新粘好了 扔回书件 重为身手 我一边把两千块钱递给他 一边说 你信封你都不看 你就不担心 我偷走两三张照片吗 图书馆直勾勾的盯着我手里的新票子 我微微一笑 伸手一地 他一把抢过去 这才回答说 你见人我信得过 他也不避讳 当着我的面啊 一边站着唾沫数 那姿势啊 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 站着唾沫翻书的这个严实翻来了 我就心想啊 我说这小子是不是严实翻转师啊 图书馆把钱数完了 满意地放进了腰包 他环顾四周 发现那杯橘子水还剩一半了 就拿起来自己一饮而尽了 不了啊 还扒唧扒唧嘴 图书馆刚收完了钱 心情大好啊 话也多起来了 你年轻人 我看你也不傻 我说你怎么干这种夸两千块钱 看眼照片的这个蠢事呢 怎么回事 我淡淡地说 一样的东西 在每个人眼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哪有那么复杂呀 我告诉你年轻人 别为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洗了脑子 不能换钱的是废物 能换钱的就是好东西 能换大钱的就是大大的好东西 扯淡 反正我也看完照片了 我不怕得罪他 读书馆听了我的话 哈哈一笑 一直圆角 干净没有 那堆蓝皮的书 看那儿 那是一老头的毕生的收藏 专门还裱了书皮 编了书目呢 可这老头一死啊 他儿子就把这些书全都卖给我了 换了钱 却买了一堆日本电器去了 我告诉你啊 全北京私人藏的书 两成都经过我的手 那些爱书的人呵护一辈子 心疼一辈子 舍不得卖 还往里边添钱 结果呢 倒头来 俩眼一闭 那些藏品都会被那些不孝子孙卖到我这儿来 嘿嘿 说得好听点是藏书 说得难听点啊 花了一辈子心思 就是换了个保管权 你说 这书藏起来 还有什么意思啊 不如换俩签划换 切 哎呦哎 他这话听着让人极不舒服 他又没法反驳 我只能撇了别嘴 表示不赞同 读书馆拍了拍我的肩膀 故作老程 年轻人 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还爽快 啊 才有心提点你一下 时代不同了 是吧 现在什么最重要啊 挣钱 你们还讲不明了呀 鲁迅怎么说的 满篇历史都写满了人意道德 仔细看 从字缝里看出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 挣钱 许愿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千方百计 探到的秘密 遭到了五脉 以及郑教授和方正的强烈反对 整个局面 顿时陷入僵局 金石 紫画 青铜 瓷器 继继续授局 古董局中局 清明上河图 知迷 苏姐对许愿诉说的惊天秘密 足以掀起一场大的波澜 老嘲讽 以及她那些罪恶够荡 一定会被迫暴露在阳光下 许愿不由安息 自己的目的 就此得到 我没心跟图书馆这个财迷啊 多纠缠 既然交个清楚了 我就立刻推门出去了 图书馆在我的背后还喊了一嗓子 下次再想来看啊 我给你打八折 我冷笑了一声没言语 等到这事掀出来 自然会有人到你这儿 找原始照片 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你了 我匆匆地赶回了四回寨 把这个文庄馆好喽 拿出纸笔来 开始埋头写材料了 我笔头不算利落啊 充其量只能得一个 表达清楚的作文辟语 我边写边改 足足的费了一瓶墨水 到了十二点多才写完了 起名叫做 揭秘清明上合图 这份材料啊 是给落筒的 所以没提任何关于老嘲讽的事情 单纯对清明上合图的真伪 提出了技术性的质疑 还附了一些照片作为证据 结尾呢 特意留了我的名字 虽然我们许家是专研金石的白字们 去质疑清明上合图有点狗拿耗子 但这只是古董间内部的规矩啊 老百姓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啊 对他们来说 古董专家啊 就是什么古董都懂的专家 我之前因为佛头案出了小名 如今亮出了许家的招牌 可以增加工薪力啊 我勾完了 愿字的最后一笔 把那钢笔割下 整个人我是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啊 在橙黄色台灯的照射下 这些高纸泛起了一片枯黄的颜色 好像已然经历了千年了 几年之前 我也是这样坐在四会斋里 点着同样的一盏台灯 为我父母写平反材料 那件事情 同样与老朝风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许余家 与这个人羁绊太深了 我爷爷 我父亲 再算上我这辈子 已经是两代半的虐缘了 就如乱麻纠缠 纠结不堪啊 爷爷 爹爷 希望我这一刀 能把咱们许佳的这一团宿命 给斩断了 我望着窗外 我独自的说着 仿佛等他们给我鼓励或者是关怀 那还一点安事也好啊 隔日外头寂静无声 我自嘲地笑了笑 我收起了不切实际的希望 起声 把这高纸钉好了 搁在抽屉里 这才上了床 我枕着海绵枕头 看着天花般 四肢是疲惫不堪的 过得精神却是无比的亢奋 辗转反侧了大半宿 我明明活活的觉是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老嘲讽跟我们许家的事 一会儿啊 是我们的一家人互相搀扶着渐行渐远 一会儿啊 是明堂大火 我爷爷许一诚和一个面容博生的男子在说死的搏斗 忽然老嘲讽从天门降 哈哈大笑说 我早识破了你的伎俩 惊得我呀 一下就从床上坐起来了 我浑身都被汗水给湿透了 这会儿大概是凌晨三点多了吧 我醒了才觉得浑身滚烫滚烫的 我这嗓子疼得厉害 肠胃痙磷 床单竟然被汗水印出了一个人形 哎呀 我是又好气又好笑啊 在成继村 我是又钻木土又是跳河都一点事没有 回到北京只去了一趟图书馆的院子 喝了他半杯橘子水 我居然就病了 眼看就差临门一脚了 在这个接骨眼可不能倒下啊 我赶紧挣扎着爬起来 找了几片胃药吞下去 然后从柜子里翻出了一床棉被 打算用土阀的治疗 无汗 然后我打开了电视机 想转移一下注意力 可是大半夜的一个台都没有 我把这个电视关上 正准备上床呢 忽然之间 就听到这个死灰斋的外边 狂荡 传来了一声动静 此时正是夜深人静啊 这声音听起来是格外的清晰啊 难道老超风知道我要揭发他了这个大秘密了 太刺客来干我了 我连忙把那个位子搁下 随手抄起了长半的扫帚 棍可是百兵之手啊 我虽然没有练过五郎八卦棍 但是一些基本的招式我还是会的 我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外门的推开门 外门漆黑一片 好像没有人呢 我再往外走 哗啦 我脚下踢到了什么东西 低头一看 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脚边倒着的 是一间卧虎套户器 这个形状啊 跟肥猫差不多大小 背上有提帘 脖子扬起 胡嘴张成一个上窍的圆口 里头是空的 这玩意儿在古董玩家的口里啊 叫做虎子 是给男人晚上撒尿用的 叫做虎通虎 说白手夜虎嘛 这玩意儿是民国货 值不了多少钱 这大半夜的谁吃饱了 撑的在我们家门口扔着夜虎啊 不是叫人起夜 也没这么个奢侈法子吧 我蹲下去 把这虎子拎起来晃了晃 里头没水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 扔在我们家门口 好像是天外来物啊 我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谁会干这个事 我只好把它扔在了旁边 转时回屋 刚一拉开门啊 我就觉得我这后背 突然就一阵发麻 几条肌肉抽心似的 猛跳了几下 我请他急忙回头 可是在周围的夜幕中 没有半分动静啊 只有这张虎子 在张着大嘴看着我呢 就见他那嗓子 要深不可测 冷风这么一吹啊 我稍稍恢复了一点清明 陡然之间 我就想起了从前的 一个老说法来了 虎子这个东西啊 切不可当门而放 夜虎当门 必要伤人啊 这是大不吉利啊 有时候想恶心人 就常把装满了 人尿的虎子 摆在别人家门前 主人早上开门 一脚踏翻了 就容易惹了一身的心骚 所以呢 有句邂逅语 叫夜虎当门 惹不起 指的就是 不要出门惹事 如今夜虎早成了文物了 这些说法呢 也渐渐的被人给遗忘了 那么不知道是谁 对我有这么深的仇恨 居然舍出了一件古董 大半夜的干出这件 古朴的流氓事了 我望着远处的黑暗 我这个脑子里 烧得实在是难受啊 也顾不得多想了 我随手把胡子 挪进屋里 扔在墙角 然后呢 我回屋继续睡觉了 可这夜我再也没有睡好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我的病情更加严重 几乎起不了床了 我强托着病体 给骆彤打了个电话 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骆彤倒是挺客气 安慰了几句啊 就派人上门来娶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姑娘过来了 她说她是首都晚报的编辑 还带着点水果啊 营养品啊 还给我削好了苹果 充好了麦乳精 这小姑娘挺漂亮 可惜我病体欠安 没兴趣调效 直接就把材料交给了她 小姑娘问我要不要去医院 我心想啊 一入医院身似海 大事还未定呢 先不要擅自离开的好 就毁绝了她的好意 到了下午 骆彤打回电话 说这个材料看了 非常不错 快的话 明天就能见报 到时候呢 会约我呀 做深度的跟踪报道 没过一会儿啊 钟爱华也打了个电话过来了 他告诉了一个好消息 他已经跟警方都协调好了 就在今天 警方会有一个 针对成济村的解救行动 钟爱华会跟过去 只要素杰一脱困难 揭露成济村黑幕的大专题 立刻就会刊登出来 哎呀 我这才放下了心呢 在给骆彤的材料里 我稍微提起了素杰的名字 说呀 他是提出质疑的关键人物 但是没写明他的下落 我留了一个口 等到郑州那边的专题一上报 恰好和这个质疑前后连上了 先是清明上河图的艳品质疑 然后是成济村的造假内幕 再加上一条 非法羁押国家公益大师 三管齐下 数试并发呀 这个攻击是连绵不绝 嘿 读者就跟看电视连续剧似的 一步步看这个老嘲讽的皮肥剥下来 露出本来的面目 那是何等的快意呀 一想到这个家伙即将走投无路 我这心里就是一阵的舒坦的 又连身体的病情感觉都轻了几分 我忽然有一种倾诉的欲望 我想给燕燕拨个电话 可惜没人接 我又想到了方振 但是一想到他那张板正的脸 我还算了吧 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呢 自己居然找不到可以分享喜悦的人 于是这一整天 我都安静的躺在床上 孤独的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就像是一位等待着电影大结局的观众 不无人云 朝闻到 息死可以 只要让我亲手把这个老嘲讽给揪出来 哪怕是马上病死 也值得 要是一夜不眠呢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我睁开了眼睛 看着窗外明亮的阳光 心想 整日子可算到了 我挣扎着想起来去买张报纸 可浑身软绵绵的动弹不了 头晕得更厉害了 我勉强支起了身体 喝了一大口凉开水 往嘴里边塞了几块饼干 突然肚子一阵翻腾 啪的一声都吐出来了 哎呦 我心里头这颗气呀 头三十年了 我连感冒都没得过呀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啊 你说我怎么就突然想起得病来了呢 嗯 我半扶着床头 眼里眼吐沫 残留的胃也烧着的湿道 烧得我异常难受 这时候外头有一个人敲门 我不用歪头去看 光听到长短话一的敲门声 我就知道谁来了 我晃晃悠悠的下了床 把这个门栓拿开 一推门 门口果然站着的是方阵 许安 方阵的声音里难得透出了一丝急切 我答应一声 哎 什么事啊 他见我脸色不对 眉头一皱 先用手探了在我的额头 然后抬起我胳膊 架到他的脖子上 朝外走 我问他去哪啊 方阵 像看一个白痴似的看着我 医院 我连帮拍这时候 不不不 没事没事 你把我放开 可我只是轻轻的这么一震望 眼前一下子就闪过了无数的金黄色的小点 脑子一晃 我就朝地板上栽下去了 等我再度睁开眼睛 首先映入眼帘的水吊瓶架子 他连着我的手臂 一截塑料管再滴着不知什么液体 四周有一股消毒水 扑鼻而来的味道 我抬起了脖子 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单间病房 身上还穿着蓝条纹的病号服 在床头不远的地方 有一把简易的塑料椅子 方阵坐在椅子上 双手扶住膝盖 身体挺得逼直 看到我醒了 起身按动的呼叫器 一个小护士抱着病历板进来了 查看了一下我的情况 写了几笔 转身出去了 我人 我人在哪儿啊 301 方阵回答着 301医院的单间病房 我这也算是享受高干的待遇了 我连忙问 我人 我人什么呀 常委员 还有愚蠢 方阵面 我表情都露出了他那毒牙来了 我转动脑袋 我想看看现在是几点了 可是病房里没有表 我正要开口问 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喧哗 似乎有争吵的声音 方阵推门走出去 外门的声音小了点 很快 这个门又被再度推开了 郑教授和刘局 一前一后走进来了 我看到 门外好像还站着 十来个五脉的人 个个是面露怒容了 摆出一副 要没有方的挡在这儿 叫冲进来的样子呀 刘局 把这个门随手关上了 他面色凝重 郑教授连我的病情都没有问 几步走到了床前 手里边抖着一张报纸 小学 这是你写的 我拿过报纸 怎么一看 是今天的首度晚报 这罗同果然是言而有信 全文刊发罗写的材料 还配了许多的背景资料 就是新闻标题 起得很抓人眼球 佛投其才 再破其案 故宫名画 实为赝品 不是我这原文只是说有疑问呢 他们直接就认定是赝品了 大概这就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吧 是我写的 我把这报纸放下 信情变得好起来了 这一件总算是发出去了 一首度晚报的销量 至少啊 得有几百万人读到这篇东西了 郑教授 看我神色流露出嘚瑟 不由他大为闹怒 他诗都变了 这就是你探听清明上河图的目的吗 没 没错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自作主张啊 为郑教授 我把他扔上起来了 他双塞里肌肉在抖 显然他气坏了他 我呢 我勇敢的 我把这个事先迎上去了 我本来 不想自作主张 可协会忙着转型 根本顾不上这些琐事 我想自己 为自家人报仇 我只好是自力更生了 说到这儿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露出了一古怪的笑容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老嘲讽一直隐藏在五脉里 你们怕事情曝光以后 对五脉名声有损 所以投手济气 对吧 没错 一定是这样 难怪这个刘家 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计的阻挠 我去深入调查呀 老嘲讽与五脉的纠缺太深了 把他拔出来 五脉少不得也要元气大伤 为了大局为重 他们自然不希望 我把老嘲讽给抓出来呀 只是他们没有料到 我会自作主张 哼 这回 我真的做对了 郑教授见我居然还顶嘴 他痛心疾首的拍着床边说 你 你知道不知道啊 你这次胡闹 闯下了多大的火 我被他左一句自作主张 又一句胡闹 我给说火了我 我忍不住回了一句 我 我这是吕星一个人健保的职责啊 我 我这有什么不对啊 我 你这个孩子 你这个孩子 郑教授是勃然大怒啊 你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以为炙热 你觉得 你自己的书画的鉴定水平 比那十几位大师都高吗 都听徒说点 嗯 耶胡禅 你就打算成佛了 啊 我听到这儿一点没服气 我把那个脖子一梗 我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 我就说了 哼 怎么了 你俩一点都是客观存在 我自然有权质疑 气味存真 难道不是咱们五脉的精神吗 荒唐啊 荒唐啊 这郑教授啊 差点把这个病床都给拍翻了 你这个孩子 你平时看着精明 怎么在这个事情上如此的糊涂啊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这是事关无脉存亡的道士 你哪怕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也好啊 愤怒之下 许愿得知了更加可怕的阴谋 许愿以为自己走在追寻真相的路上 却浑然不知 自己早已经陷入了敌人精心编织的圈套 整个局面顿时陷入了将军 郑教授 郑教授对我拍桌子了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内心的这个愤怒 也再也没法抑制 我挺直的身子 我也让上去的 我们家里人都被这个老嘲讽 害得死光了 你让我找谁去商量 找谁商量我 我这个声音在房间里炸裂了 我是心神激荡 情绪起伏啊 许愿家 被老嘲讽害得家破人亡 他们置若罔闻 现在啊 反倒自称是家里人了 没这道理啊 就见这个郑教授啊 被我这句话给震慑住了 他后退了两步 扶着床沿 他叹息着说 我是真后悔啊 我应该早点查出 五脉中是谁参加了鉴定祖 哎 你如果早早的知道了 你就不会做这样的蠢事了 我一听 我连忙就追问了 啊 不是 你 你知道是谁啊 郑教授朝门口看了一眼 他就神秘的说了 一九五一年 参加清明上河图鉴定的五脉中人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 你不但认识 而且对你有大恩 他就是 刘一鸣 刘老爷子啊 不是 不是 不是什么 我一听这名字 我浑石的肌肉一切都僵住了 我整个人 就呆在了病床上了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 啊 这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 我的双手紧紧的抓住了背单子 我内心呢 是惊涛骇浪啊 老嘲讽是 是刘一鸣 哎哟 我这个脑子里冒出一个荒谬的念头 可是立刻就被否定了 别说年纪对不上 刘一鸣是五脉的掌门 他怎么可能会自己反对自己呢 可如果他不是老嘲讽 那么到底是谁呢 谁是呢 五脉 只有他一人 参加监定了吗 是的 只有他一个人 郑教授肯定的说 哎哟 这意外的结果呀 让我一下子就不知所措了 我喃喃的说 不 我这个 我不信这个 我不信这个 你们那骗我呢 这个 你们肯定是骗我呢 这个 酒间 郑教授从怀里边摸出了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 上面有十来个人 穿着中山装 战成了两排 上面呢 上面呢 还有一行手写的字迹 清明上河图 专家组 何影留念 这个时间呢 是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 其中 前排偏左 我是一个中年人 戴着黑框眼镜 两道眉毛 已然有了几次斑白 一看就知道是 刘老爷子壮年的时候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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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盯着这个篇啊 我就开始抖啊 我就抖啊 在我的这个复仇理论里啊 老朝凤氏清明上河图的建画人 一切的罗网 一切的计算 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可现在郑教授却告诉我 建画人其实是刘一鸣 那岂不是说 我用尽的力气挥出力全 就 就打在了自己人的身上了吗 哎哟 这 这整个计划全乱了 这个 我原本的自信 快意 开始崩溃了 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 涌上了心头 一直在旁边 冷眼旁观的刘局 这个时候 放弃了烟卷 他终于说话了 小雪啊 你的专业 却是金石啊 为什么突然想起来 要质疑清明上河图呢 又是谁告诉你 鉴定清明上河图的人 是老招凤呢 他那语调听和缓 我这个时候也不必再隐瞒了 我无力的松开了床单 我就告诉他们说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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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解说的 听到了这个名字 刘局和郑教授对视了一眼 我看到了 这俩的眼神啊 都有点异样 刘局接着又问了 你说的这个宿解 是不是叫做梅宿兰呢 我听这名字有点耳熟 在一想 对啊 宿解送给黄克武的那个小水云的这个笛款 可不就是叫做梅宿兰香吗 于是我就点了点头 你在哪儿碰到他的 这刘局继续追问了 怎么他这个口气 已经有点像审问犯人这个口气了 我 我是带着大眼子的证据 到了郑州啊 我然后找到了老嘲讽 在成继村的造假的窝底啊 我就是在那儿碰到了夙解啊 他告诉了我 关于清明上河图的这些事情啊 刘局目光如斗 跟你一起去的记者 叫做钟爱华吧 对 对对对 是是是 嘿 那可是个热血小青年啊 一心要打架啊 这成继村啊 就是什么两个 连手把他揭穿的 你都跟他说过什么 不是我告诉他呀 说 我们许家 跟老嘲讽之间的这个恩怨 我都说了 我还说我要把这个老嘲讽揪出来 我要报仇 没有其他的了 啊 没有 这个时候 我说 武脉传人 大义灭亲 中华 中华建国研究学会的产品啊 学会 学会本来应该是 鉴定古董的定海神针 可是呢 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自己 变得是利益薰心 不光造假 还非法绑架了公益大师 身为武脉中人的许愿 不愿意见到武脉 被金钱腐蚀了良心 毅然是大义灭亲 是要还古董市场一个清白 哎哟 不是 这 这一派胡言啊 这个 我是气得差点 就把这个纸给撕了 这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啊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呀 刘军又问 你确定没有说过这些话 我绝对没有 哎 刘军是轻轻的叹了口气 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他把手指头点了点 穿针纸这个边缘 我低头一看呢 这篇专题 也是今天看发的 但是报头 不是郑州 或是河南 而是上海的一家著名报纸了 这个报纸的发行量和影响力 不愿于首都晚报啊 在这个恒温二十三度这个病房里我浑身冰凉 我怎么像掉进冰窟里了 这一切 那绝对是处心积虑的预谋啊 最可怕的谎言 那是七分真 三分虚啊 把假话掺杂在真话里啊 钟爱华的报道 有照片 有细节 有引用 他只是在结尾撒了一个大谎 读者们 照单全收 于是呢 我就被钟爱华巧妙的塑造成了一位 打五脉甲的英雄 还把成绩村的造假作风 栽赃到了五脉的头上了 而我呢 恰恰又在同时公开质疑 清明上河图的真伪 这两条新闻合起来看 所有的人都会认为 这又是一起五脉腐败的铁证啊 再度被这位打假的英雄 把他给揭穿了 哎呦 这报道还不是登在郑州 而是刻意选择了上海的报纸 与北京是一南一北 彼此应贺 这影响力可扩大了无数倍啊 打眼 造假 非法拘禁 这对于正在谋求转型的学会 这个影响可想而知啊 我这 我这手就抖 我抖得厉害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钟爱华宝 把我给骗了 宿节也把我给骗了 这俩人一直在演戏 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老嘲讽的阴谋 钟爱华从一开始接近我 他就是怀有目的的 什么冷头青啊 那就是他的面具 那里头不知隐藏着多么重的心机啊 难怪啊 难怪啊 他一直对我是阿谷奉承啊 鼓励我去调查真相啊 原来都是给我灌的迷魂汤啊 而宿节呢 他恐怕也是事先就安排好的一枚喜子啊 他接过了钟爱华的接力瓣 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清明上河图 哎呦 真可笑呗 我这还沾沾自喜呢 以为走在了寻探真相的这个路上 而不知道 我依然完全陷入了敌人精心编织的圈套了 哎呦 这老嘲讽啊 用他卑劣狡黠的手段 是结结实实的给我上了一课呀 哎呦 看来刘老爷子说的没错啊 我这整个人这个心态太过虚浮了 常年到见古艺见人男啊 我连他暗头的古艺都见不出真假 要怎么去看透人心呢 我放下了传真劲 我这个心中是无穷的悔意 我深深觉得自己当初真是糊涂透顶了我 我愧疚的就换了 这刘老爷子怎么说呀这个 刘局指的指门外 他就住在你的对面呢 什么啊 刘老爷子就对面 哎呦 刘老爷子不会被我给气图个好点的吧 老爷子前一阵操劳过度 身体有些不适 所以啊 住医院疗养一段时间 我已经封锁消息了 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是暗自送了一口气啊 得刘局接着就说了 可是家里的其他人 我可是隐瞒不住啊 我回想起来了 难怪门外那一群五脉的人群 是群情鸡行啊 在他们的眼睛里头 我 我根本就是一大叛徒大公贼 要不是有方振和刘局 他们说不定真的能把我拖出去打一顿呢 我是无可辩解 我只好是保持着默然 说实话吧 我都觉着自己该打这个 刘局严厉的看着我 现在 五脉正是转型的紧要关头 突然爆发出这么两件事情 影响实在太坏了 我已经安排了人 是尽量的消除影响 我们会替你发一个声明 你不要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 不 暂时不要见任何人 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养病 听明白了吗 我这忙不爹着点着头 我就像是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忽然我又想起了什么 我就对这个郑教授和刘局就问了 不是那个 不是我还想问 那那个清明上河图的那两个破练 他到底是真是假呀 郑教授瞪了我一眼 这事你就别管了 我有专业的人去解释的 哎 哎哎哎 我闭声嘴 可是这心里总是还有疙瘩呀 虽然清明上河图是老嘲讽 打向五脉的一枚炮弹 可是这个鉴定照片可不是假的呀 它和通行版本上确实存在着差异呀 如果这清明上河图真的存有破绽 那岂不是说 五脉真的被打了眼了吗 总之啊 这一段时间 你就是一块石头了 不会说了 不会听了 也不会动了 哎哎哎哎 刘局下达了命令 然后和郑教授就离开了病房 在空无一人的病房里 我一人躺在床上 在郑州的一幕幕事情 飞快地闪过了脑海 我惊恶地发现 表面上 我 挥斥方球 披荆斩棘呀 可实际上 我的每一步决断 都是钟爱华在悄悄地引导着呢 他以一个崇拜者的身份 把我当成了一具傀儡了 他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更让我恼火的是 在这期间 钟爱华明明露出过许多的破绽 只要稍稍留心 是不难觉察的 可是我呢 一门心思要抓老朝凤 别人稍一了不 我就像是一条看见了肉骨头的野狗 我就不顾一切就扑上去了 我对老朝凤的这个执着呀 反而成了他最好的诱饵了 我是咬牙切齿啊 这该死的家伙这个 这混蛋的演技未免太好了点啊 不是这老朝凤手底下 都网络了什么怪胎了都啊 想到这儿 我一下就想起了另一个骗子 苏杰 我一直到现在呀 我都是心存疑虑呀 这个苏杰 他究竟是这个计划中的一个参与者 还是一枚被利用了的棋子呢 他骗了我 可谁要保证 他不是被骗呢 这个苏杰的眼睛是真瞎了 在黑暗中作画的手法 那也不是几天能够练出来的呀 这都不是假的呀 还有 那个送给黄克武的小水云 如果只是为了骗我 他没有必要搞出这么多无关的直截啊 我记得 一提起梅素兰的这个名字 刘局和郑教授都面成诡异的神色 苏杰 他这个身份啊 没那么简单 说不定啊 他是真的被困在了成绩村 在老嘲讽的胁迫下才骗我 我对那位在黑暗中手持画笔的这位女性啊 我是无论如何都拥不起厌恶感了呀 哎呀 这个谜的谜底 大概啊 只有去问黄克武才会知道吧 可是我 我闯出这么大的祸来了 这黄克武要是见了我 不把我那个骨头拆了 那就很宽大了 这个 哎哟 嘿 妈的 我是一拳重重的砸在墙上 哎哟 我是 我是统彻心扉 老嘲讽的布局 环环相扣 玩弄人性 实在是玩阴谋到了极致 许愿怀 许愿怀着最老 清零上河图 之谜 愤怒之下 许愿得知了更加可怕的阴谋 许愿以为自己走在追寻真相的路上 却浑然不知 自己早已经陷入了敌人精心颠织的圈套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忏悔 没有任何访客来探访我 只有方振每天三次过来给我送饭 但是呢 他基本上什么都不说 肠胃炎不是什么绝症啊 我这个身体几天公分就恢复了 可以下床慢慢的走动了 不过呀 我不太敢走出病房来 因为刘老爷子就住对面啊 这位老人说话虽然是云折雾绕的 啊 却一直对我有恩啊 我自以为是 闯出这么大的一场祸来 要是他听了一激动 出了什么状况 我这个一辈子都得愧疚啊 外头探望刘老爷子的人络绎不绝 他们接了刘局的禁令 在病房里什么都不说 但是呢 一到的走廊就急切的跟其他人谈论这次五脉的危机了 我呢 从他们这个知言片语里边就了解到 五脉现在的形势实在是有点不妙 在这段时间里 五脉的分支机构不断的出事 不是古董店被人给砸了招牌 就是研究机构被审查 甚至啊 还有正规工坊遭到当地工商执法部门的查处 一时之间危机四起 看来啊 老嘲讽早就埋伏了不少后手了 这次是一口气爆发出来了 是要把反五脉的理论声势给造起来啊 狼狈不堪的学会动用了大量的关系 权力澄清 但是社会上的负面影响已然造成了 老百姓议论纷纷 同行呢 更是一斗丛生 成继村的事情还好解释 可是清明上合图的真伪之变 却是鸡首至极呀 不是这话名气太大了呀 什么收藏界呀 文化界呀 考古界呀 艺术界呀 文学界呀 多个领域都表示了严重的关注了 要求故宫开库重演的呼声 也是越来越高了 据说啊 上级主管部门还把这个刘局叫去训了一回 一个以信誉为基本的组织 却遭遇了信任危机 这该是多么糟糕的局面哪 可是讽刺的是 我这个声望确实水涨船高了 社会各界把我称为打假英雄 不少记者呀 天天的在四毁寨的附近转悠 还一度传出我被五脉迫害绑架什么的 哎呦 说实在的 这对我来说是最无情的羞辱啊 这种状况 再加上留老爷子因病住院 五脉开板拍卖行的计划 虽然还在进行 但却是风雨飘摇 遥遥雨坠落 我本来想变成一把杀死老巢缝的匕首 反而被他当成了一柄刺相五脉的剑了 而且是一剑穿心 我是越听越烦哪 我是越烦越自责呀 最后只能把自暴自弃的脸 埋在枕头里 我没脸再见任何人了 啊 如果这是噩梦的话 就让他赶紧的结束吧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都会这么说 哎 可我哪想到 这 这只是个开始 这天晚上 郑教授再次来探望我了 他的眼窝深陷 比上次见到我的时候更加憔悴了 我自知里亏啊 我缩着脖子打了一声招呼 我就没敢多说话 郑教授一点没磕头 劈头就问 你听说过 百瑞连拍卖行吗 哎呦 这名字我好像有点印象 好像是香港的一家 古玩大拍卖行 你拍卖过米服真迹和一尊明清花而著称 但是我知道的也仅此而已啊 郑教授紧紧的盯着我的眼睛 仿佛不大信任我似的说 你确定钟爱华或者是梅素兰 没跟你提过这个词吗 没有 这绝对的 绝对没有 这 发生什么事了 郑教授从口袋里边取出了一张报纸 递给我 我怎么一摸呀 我就摸出来了 这个纸质不一样 这不是内地出版的 展开这么一看 是数牌的繁体字 原来是香港的大公报 就在这个头版头条 我看到李泽惊雷版的新闻 百瑞连宣称 他们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手里 得到了清明上河图的真迹 计划公开拍卖 所得款项 均捐献给希望工程 还说呀 百瑞连同时表示 他们愿意与专业的鉴定机构合作 厘清真相 这后面还附了一段长长的典故口句 跟素姐给我讲的王世珍的那个故事 基本是一样的 百瑞连就说了 说这个当时朝廷从严嵩府上抄没的那一幅清明上河图 是王世艳品 那么真正的真品呢 则被王世珍拿回了自己的家里 真品被藏匿于民间 一直到今天 这才灭世 我这个 我这心里倒是无比的震害呀 炮纸都从我这手里边滑到地上 我都不知道啊 哎呦 我还是低估了老朝凤啊 我本以为老朝凤设下这个计谋 就是为了给五脉添堵啊 顺便羞辱一下我 可人家的眼界 早就超越了我的想象啊 之前的布局 那叫一铺垫 真正的杀招和图谋 却在这儿呢 无论是建古 还是考古 都有一个原则 叫做 孤正不立 就是说 只有一条证据 那不算是证据 他必须有别的证据去支持 所以我提出的那两点 清明上和图的质疑 其实啊 是老朝凤借着素解之口 提出来的那个 那个质疑 他虽然会给学会造成麻烦 但是不足以推翻 故宫鉴定的这个结论啊 如果 如果在这个结固眼上 另有一副真品冒出来 这个意义可就大不相同了 庞正有庞 孤正不孤啊 啊 这清明上和图上没有作者的提款 这并不说明什么 可能就被挖走了 或者是损毁了 这种种的可能性都存在 但是 但是如果出现了另一副 一模一样 而且提款齐全的 这么两下对比啊 那这一副的真伪 可就大有问题了 啊 这就好比 我到派出所去认领一个钱包 我记不清了钱数了 这证明不了我是毛领 可能啊 只是记忆力不好了 但是 这个时候 有另外一个人也来认领了 而且把里边多少张钞票 说得清清楚楚 您说 啊 您说这警察 他会相信谁呢 所以 之前五脉还可以借口证据不足 来回应质疑 等到 这个百锐连版的清明上和图 这么一出来 五脉的后路 可是被彻底的斩断了 别无选择了 只能是接受公开的对峙了 而 老嘲讽 既然敢让两者公开对峙 他是一定有着强烈的信心的 能让百锐连的藏品 击败 故宫内府本 成为清明上和图的正本 那么相比之下 刘局等人一直闪烁其词 对那两个破绽是避而不谈 那就是故宫的清明上和图到底是真是假 哎呦可就越发可疑了 至少到现在 我这个 我 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我呀 也就是说 这则新闻这么一出 中华建国研究会 只能硬着头皮在敌人的指定的战场 打上那场 必败的战争了 我 我 我就 我就赶紧就问了 我这 不是这个 这这这这这 这是昨天出的新闻的这个 郑教授就说了 是 咱们家在香港那边的人 连夜送过来的 今天 已经有港澳地区和广东的媒体转发了 用不了多久 就能够传遍全国 到时候 刘局也压不住啊 不是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 我跟郑教授在彼此的眼睛里都看到了恐惧 从引我入圈套 到这个百瑞连的藏品出世 一步步的落实 这一连串的计划 需要多么可怕的通筹和执行力啊 我就问这个郑教授了 不是咱们 咱们家里打算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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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呢 这个 郑教授是嗨声叹气啊 说学会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上级主管和许多的合作者都萌生的退 偏偏这个时候刘老爷子又住院不出 无人主持这个局面 无败是群龙无首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刘局都束手无措了 如果就更无能为力了 我恨恨恨就骂着我 我说这 这老家伙 我说这老家伙 他这是要一次就把咱们五脉置于死地啊 他 他 他 郑教授摇了头 只怕人家是罪翁之意不在酒啊 不是 不是您说什么 你别忘了 清明上河图在国内是不让卖的 郑教授轻轻地吐出了这句话 然后镜片后的眼神都被闪 这句话就像是一道闪电 啥时就打通了我的思路的 我无力地坐回了冰床 但心里头很火亮 清明上河图 真本收藏于故宫 那是严禁买卖的 如果这幅画被证实是假的 那么香港百瑞莲的藏画自然就成了真本了 香港还没回归 内地的法律是管辖不到的 届时老嘲讽只想把真本通过百瑞莲进行公开的拍卖 便可收获一笔巨额的利益啊 什么舞败啊 什么许愿啊 这些都只是楼草打兔萨 顺势而为罢了 这 这才是老嘲讽的最终图谋啊 要知道 在1989年 纽约加什德拍卖行 卖出一幅元代公园的秋猎图 拍出了一百八十七万美元的天价啊 那么这个清明上河图比秋猎图的价值不知道高了多少啊 说不定能成为第二幅梵高的向日葵 那个 那可是拍出了四千万美元啊 至于中华瑰宝会不会外流 我在乎 学会也在乎 全国十亿人民都在乎 但是老嘲讽 他是绝对不在乎的 无力不早起啊 老嘲讽既打垮了仇敌 又套取了利益 一箭双雕 相比他舍计成计村的小作风的损失 这实在是太划算了 这个布局环环相扣 玩弄人性 实在是玩阴谋 玩到了极致啊 而对于无迈来说 这次恐怕不只是拍卖行计划的夭者 而是真正的灭顶之灾了 我这个手啊 我这个脚啊 它怎么叫抖啊 它抖啊 它抖啊 不是这一切的祸根都是从我而起啊 我能在这病房藏多久啊 我早晚还得出去面对这个乱局啊 如果五脉因我而垮 那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我的爷爷 我的爹啊 郑教授见我脸色非常的不好看 他也顾不得训斥了 劝为了几句 说呀 说你的牛局会想办法的 可这种话 连他自己都不太相信呢 我是猛然一抬头啊 我大声就喊起来 我 我现在就去找记者 我拼上自己身败名裂 我也得把这个人想说清楚了 我 我 郑教授一把就把他扯住了 还没明白吗 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和你无关了 现在没人关心这是不是阴谋 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两幅精灵赏和图上了 他们 只对这两幅画的真伪对质有兴趣 不是 不是 那那那那难道您就让我一直坐这屋子里 我就 我就什么都不干了 我 小许 小许啊 不要冷静啊 你现在露面 对五脉的伤害更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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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 郑教授呵斥着我 我听着 我乖乖的缩回去了 郑教授见我躺回了床上 抬起手腕子 看了看表 他表示得走了 他走到了门口 忽然又回过头来 低着声音补了一句 小许啊 你也不必太自责 这个拳头 不是你中 也会有其他人掉进去的 嗯 老嘲讽的这个手段呢 可不是我们 能够揣夺的呀 诶 诶 诶 听着他这句话 没让我又多好受 这个 诶 足足的这天晚上啊 我是心神不宁的就在屋里来回的夺着步子呀 就好像是 就好像是 北京弄园那笼子里面那个焦躁不安的那个孤狼 我是毫无睡意呀 正如郑教授所说 眼下局势的罚战 已经不是我这种人有资格介入的了 悔恨与无力感深深的笼罩在我的心上 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蹲在墙角 我缩成一团 我想哭 可哭不出来 哎呦 不是 可惜 没有 就是这点要求 都是 都是妄想 玩弄人性 实在是玩阴谋道的极致 许愿怀着对老嘲讽刻骨的仇恨 准备思考下一步的进化 不知道了几点 窗外 已经黑得好像锅底似的 似乎还要下雨 我没开灯 我待在黑暗的墙角 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在这个时候 枕头旁的大哥大突然响起来了 他带着整张床都微微的颤动起来了 我急切地站起身 接起了电话 里面传来了一个冷淡的男人的声音 是许愿吗 他这口气挺不客气的 是 我这心里有点纳闷 我这个大哥大的号码啊 是有少数几个人才知道啊 而且这个声音我也是完全不熟啊 能用得起大哥大 哼 分起来真是大款嘛 对方轻跳的 在这个电话里还吹了一声口哨 我可没心情跟他闲扯 我就问他什么事情 对方就说了 黄奄奄是你女朋友吧 我这心里就这么一愁 奄奄到南京了 好久都没联系了呀 我呢 一直忙着青年上河图 也没顾得上去找他呀 现在倒霉的事情太多了 他个千万不要再出事了 我就赶紧说 她是我很好的朋友 你女朋友挺漂亮的 是因为钱才看上你的吧 这年头的姑娘都向前看 人品都不重要 不是 不是那个 他到底怎么了 啊 我也顾不上纠正他了 我握起了他和他 你知道 他出差来南京吧 他让人给抓起来了 什么 涉嫌伤人 和盗窃二级文物 已经被我们警方给拘留了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 我眼前的比黑 我差点救命复发 而对方呢 也没听我说话 他接着就说了 怎么回事啊 你小子是不是没有良心呢 一听人家姑娘出事就不搭理了 我压低了声音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 具体的口供我也没看 不过 原告可是个名人 戴贺轩 听说过吧 这个叫做黄烟烟的女人跑到她的家里去 抢了一件古董 还把她打伤了 出了三四个保安 才把她制服 嗯 你这个女朋友都脾气个够烈的呀 现在 派出所已经依法把她拘留了 可能会以盗窃罪和伤害罪起诉 你说啊 嗯 惹谁不好啊 嗯 惹代老师 代老师 我可不知道这个戴贺轩是什么来头 我就看情问 你 你是谁啊 我是看守所的 刚才她拉拢我 让我打这个电话报信 说有好处给我 我 好 好处 什么好处啊 吃醋了 不是那种好处 虽然我也挺想 他说给你打电话 你就能给我足够的好处 他说的对吗 不是 没错 没错 我 我谢谢你 光一句谢谢 我要钱 你要多少 你肯定得 到南京来亲自捞人吧 到时候肯定还用得着啊 所以 啊 借面再给吧 给多少钱 我出多少利 啊 对了 你的人 和你的钱 都要尽快到 不然 奄言可撑不了太久 他 对了 我叫姚天 可别让我等太久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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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那人轻跳地笑着 留了联系方式 就把那个电话给挂了 奄言明明说 他去南京 做几位前辈的工作呀 他是去说服他们 支持学会转型啊 他怎么可能去那个啊 那什么姓袋子家里去盗窃古董啊 莫非 这也是老嘲讽打击五脉的其中一步 哎呦 这很有可能 奄言 像我啊 这么一个远在北京的人求助 说明学会在南京的市里已经是濒临崩溃了 是根本顾不上他了呀 我缓缓地站起来 不是眼神呢 开始变得坚毅了 清明上河驮的争端 也许我没有资格参与 但是奄言 我是绝对不会不管的 我要离开医院 我要去南京 刘局跟方阵虽然要求我不许离开 但是也没有刻意的拘禁呢 所以我进医院穿的衣服啊 都被洗干净 别放在旁边这个简易的衣柜里边了 我拖起了并靠服 我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我就打算悄悄地离开了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啊 我连灯都没开 我正在黑暗里边换着衣服呢 突然一个苍老的声音 突的从背后传来了 小子 如虚深夜 你要去哪儿啊 谁啊 我刚把一跳退深夜这裤子里边 我听他这么一声啊 连忙回头去看 我就看到病房的门口 站着一个 矮小的 高楼的身影 不是 不是 刘老爷子 我这 我这声音接不起来了 如果说 是我现在最不想见谁 谁啊 刘一鸣 那应该是第一位的 就见这个刘一鸣 身穿着 跟我一样的 蓝条这个病号服 手里边 煮着一根拐杖 他背后是走廊的灯光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心虚的厉害啊 我整个穿裤子的动作都走形了 身子怎么也歪斜 我差点倒在地上 我连忙把这个腿 抽出来 走过去 扶住了他的手臂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你 你 你 来这儿 你 住了几天院呢 闷也闷死了 穿着陪护的小家伙 打瞌睡 不乘机出来溜达溜达 那 你在对门啊 所以啊 我过来聊聊天 嗯 刘一鸣挥了挥拐杖 语气很轻松 哎呀 我是暗自松一口气啊 看来 刘老爷子还不知道 无脉的变故呢 可是立刻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不是 你 不是 您 您 您怎么知道我 我这个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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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对面 这个 呵呵呵 呵呵 晚晚的时候 你不是喊了那嗓子吗 啊 什么找记者呀 什么身败名裂呀 啊 那声音都传到护士支班台那儿去了 我老人家身体不好 耳朵可不聋啊 哎 哎哎哎哎哎 我是心跳加速啊 我这脑袋不由自主就低下来了 刘一鸣 两条白眉毛怎么一抬 他就淡淡地问了 怎么回事啊 嗯 说吧 到底出什么事了 不是 没事 不是 叫我自己家的事 我看不见得吧 刘一鸣把这个拐杖一晃 似笑非笑 莽子有云啊 存乎人者 莫良于谋色 这几天来探视我的人 勃勃笑容满面 实则 个个眼神都忧心忡忡 向老夫 约人几十年 这点痕迹还看得出来 三五脉一定是出事了 而且是大事 对不对 我 我根本 根本就没法证实他这个目光 我也没办法回答 就听这个刘一鸣接着说 别站在门口啊 跟我到外头坐坐去 慢慢地讲 讲来我听听 他这个语气十分坚决 没有一点伤灵的余地 我只好是掺着他那胳膊啊 一起走到了走廊的外面 找了个靠窗的木长椅子坐去 这个时候啊 这个走廊里特别的安静 只有我们俩人 头顶的这个绿照日光灯很柔和 刘一鸣坐定了以后 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我是别我选择呀 我只好是吞吞吐吐的 把这个证件事情说给他听 在中间啊 我一边说 一边观察他的脸色 我就怕这个老人是急火攻心呢 我说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中间啊 陪护的人醒了 出来了 劝老爷子回去 结果被拒绝了 他呢 只好是远远的站在走廊 看着我们俩 等我讲完了 刘一鸣沉浸了一会儿 他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失魂落魄 而是摇摇头 恨铁不成钢的叹息了一声 哎呀 这个小刘啊 黑铁罐是越做越大了 他这胆子是越来越小了 居然想要封锁消息了 未免 太小看老夫了 不是 对不起您 这都我的错 我错了 我低声的不断的重复着 我身的病癌啊 我就想要跪腹在地上了 刘一鸣早看出我的举动了 双手在那里脱 没让我跪下去 别勒 居家从不跪人 喂 您 您苦口拨心 可我这治罗王文 就因我一人 让这五脉 承受了这么大的灾难 哎呀 说到最后 我真的快哭了我 我想把心中的悔恨 以途为快啊 就见刘一鸣 捋了捋胡须 他笑了 太难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少次的生死啊 咱们不都撑仙来了吗 现在呀 太平日子过得多了 你们的心智完倒不如从前 嗯 这点小事就鸡飞狗跳了 哎呦 这点刘一鸣说的举重若轻啊 浑然就像是没当回事 我呢 我是愧疚犹在啊 油里总算是少了一点了 可就在这时候 刘一鸣的脸 梦然就搬起来了 可小雪 你的这个错 那也是不可以原谅的 我之前明明告诉过你 肩宝之人 醉姬心腹气 遭情绪用事 你却犯了大忌 连累了学会 居酒中之铁 你也住不成你这个错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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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些句话呀 就像是大铁锤一样 就砸在我的胸口啊 我原本抬起来的脑袋 要重新低下去了 我知道错了我 我想去弥补 我想去澄清我 可刘一鸣跟郑教授不让哎 咱们是对的 你不过是个药引子 已经没用了 现在全国上下 都等着看咱们五脉的热闹了 你站出来皮药 谁会听啊 哎 那 那该怎么办 那个 刘一鸣闭上眼睛 馋死了一会儿 这才不羁不虚的 接着就说了 老朝凤为了打击五脉 你命地拔高你的声音 这是一招妙情 可走得烧烧的有点过火了 咱们想要翻盘呢 就得从你这儿入手了 你呀 就是做活这一极其的关键咯 我这 我这真有点糊涂了我 不是刚才还说我已经没用了呢 不是现在怎么又说我是唯一能够救五脉的人了呀 刘一鸣闭见我迟迟没有反应过来 抬头啊 敲了我脑壳 怎么一下儿 他接着就说了 嗯 我没明白 接鸣 接鸣 还需寄鸣人呢 嗯 没了 哦 哦 哎哎哎哎 他这一敲啊 哎 一下把我这个思路给敲通了 老朝凤打的是一场舆论战 他呢 一手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打架英雄来栽赃五脉 那么无形之中呢 也让我在公众之中的可信度大增啊 那么在如今的形势下 学会的任何人站出来说话都会被认为是狡辩 唯独我 我没问题啊 所以在这场战事里 我是唯一一个能在公开场合跟他们对抗的人选了 许愿和黄克武在机场意外碰面 这场关系五脉的绝大危机 逼得几位老门主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 这一次他们能顺利破决 金石 紫画 青铜 瓷器 每一件古董背后 都是深厚的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承 每一件仿冒品背后 都是机关算尽的技巧和匪夷